來看一下 在NG的角度 這場比賽利用了這一波蟲子的碰撞 是要把本來被對面換線的狀況給救回來的 這波打回來勒 那個鱷魚前面那麼慘 他這波補兩顆頭 他的經濟已經沒有落後了 是 CS雖然是比較慘 而且阿里在打球女其實只要在2E出來的時候 他就有很好的刷線能力 這把小五出的是比較偏賴線流的鞋子跟水滴 只要阿里能推線配威威這個業取到處走的話 其實WPG的地圖壓力會非常大 沒錯 這壓力給出來 不過 抽起來打WPG本身因為利用了換線 最終其實在多個線路上都拿到了比較大量的CS領先 這其實在英雄聯盟的職業賽場上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在三條路線都有所謂的CS領先 這場打WPG雖然幾次的團戰勢力 還是握有了經濟的穩定 現在就是要防威威這個業取第一波的Gank 所以你看到塔神這邊他也沒有選擇去刷野怪 就基本上他要盯著這個業取 至少他在中路或下路的第一時間點他要能夠趕到 可能要保一下艾希啦 因為艾希剛剛那一波噴雙招了 只要對方願意出手他其實是蠻難活的 阿拉的技能準度還是非常高 我覺得右邊也可以直接B龍啦 因為這裡打幾架來右邊的操作性蠻蠻高的 那這上路要逼閃囉 暈眩拍暈 暈眩後再一個石頭拋 讓你動彈不得之卡 被Breeze給淡殺了 雖然交閃對方應該也會跟閃 他剛剛有大嗎 好像按個大有機會回 喔要拚中嗎 是 來看一下下一位團戰突出也要開啟威威水的衝 龍我不要了 跟著後排 蹲在後面的瑞兒 這波控制了小虎 海大流人 但是道德沒有大囉 但是道德沒有大囉 拿下小龍打WPB得撤退 但對面還想繼續的做追擊 忘記起發緩個速 當中CRISPR的進場來限制衝出來的人員 這裡 韓雖然走過去但非常危險 他人交的閃線想要殺韓 韓不得已開了大的吸 是把自己給吸死了 這裡應該是走得掉 後面想繼續追擊 還想追 在旁邊看 其實阿里的傷害並不是特別高 只是稍微掩護一下威威撤退 我覺得最後有拿到頭的話 WPG比較賺欸 因為他這個龍有點是 他是拿免費的欸 是 因為打一打不會飛走啦 而且這個龍其實已經完全進斬殺線了欸 不確定第一時間能不能吃完龍再飛啦 因為這裡阿里一直跟著球女嘛 對 八百滴欸 這是一個可以吃龍 但就是一邊是犧牲小虎拿到小龍 另外一邊是一定要殺小虎 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但就是抓到這個機會 對 必須先把小虎給殺啦 不確定是不是怕之後沒有視野啦 因為一開始是Scout跟著 那他在第一時間就抓到小虎的這個 雖然是位置不好直接殺是沒有問題 但你這樣子掉第一條龍我覺得 並沒有到很賺 是 而且主要是你後面又掉了 你因為追擊你又多掉一顆人頭 所以你整體打下來WPG 就有點平白無關拿一條小龍啦 沒錯 欸打WPG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偏向防守的隊伍 對 防守隊伍其實要拿龍啊 或者在前期踩到小龍其實不太容易 就是 但他們這裡拿到的小龍 有斷到龍火的機會 就你只要脫後 這把以組合來看WPG比較優啊 因為他的納爾跟球女到後面都會 以對位來說持續傷害都比對方還要高 是 邊現在有拉扯畫面 這個龍掉的有點尷尬 是 選擇了交換 但當然在打WPG 回頭再來控重 這樣的節奏上 其實對打WPG來說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上半部的壓制 在對線起 沒有結束的情況下 這一個兩等 我覺得 茲卡這一把 真的是痛苦囉 基本上對線上已經是 就你也不會派人來救 但同時 這一個問題 如果不解決 其實輸命會越來越大 對 因為Yah一定還是以中下為主 但上路就是 至少要玩到不要死啊 他剛剛那個被單殺 其實就 還是有點不應該 想要嘗試壓制嗎 雙方的 這個等級 狀態 不對等 已經完全沒有碰撞的機會了 只能用技能把兵線給清掉 就看Yah下一個大 什麼時候進攻囉 小虎剛剛應該是有交閃啦 可以 再配合阿里對 這裡就只能抓抓看了 因為你中期陣就是有 一定的壓力 阿里一閃能抓了 小虎沒閃了 所以一閃 在角度上來說 是100%能夠配合Yah來殺的 小虎是完全不走出去 其實小虎的帳位蠻好的 他就卡在兩隻遠程兵的後面 所以對方就算真的衝過來要親他 他還是有機會操作一下 沒錯 這場對局打到必須 接下來只要能忍 忍住了 包含了球女或者是 其他線路的這個閃現 或是壓制成型 其實NNG在接下來的比賽 會非常非常痛苦 至少要大家先有一件裝啦 不然傷害真的不太夠 沒錯 下班部的位置 所以NNG現在 現在 也沒有什麼方法 雖然這雙魚 只有非常強的開團能力 目前他們也沒有辦法動作 整個LNG其實是被綁死的 在此時這個階段 看一下 鏡跟瑞兒 這波要不要去做一個換線啦 我覺得可以考慮換到中上半邊 因為你這個鱷魚很明顯是 快玩不了遊戲了 加上等一下預視者要出 所以 提前做換線 然後想盡辦法幫這個鱷魚 紓壓一下 因為如果有計時間的話 兩邊上路都沒提P 所以最好也不要讓這個 納兒能夠參與到團戰 那這樣子對LNG 等一下4V4的團戰 會比較吃香一點 畢竟 他有葉曲跟阿里 他的先手絕對是 比對方來的 比較直接的 他有說納斯 那斯塊選擇直接開帶 來追! 威威 一個夢魘 逼出了Breece的閃現 哇但這裡開帶 預視者這團好像比較難打了 這個打得死嗎 剛剛那個進階 W跟R打得死嗎 感覺打不死耶 而且沒有TP的Breece選擇回家 那個進階要5發都中耶 你說W加R嗎 對啊就全都要中才打得死 要100% 100%才有機會 因為納爾有鍍板鋼蓋 這個葉曲打他其實不會到多痛 而且LNG這波的抓人B掉了閃 但也意味著其實這波的預視者團 基本是要放掉 可能不太能打 因為你這波葉曲跟這個 大概0.3個人吧 他大概Q一下步履一下就沒用了 然後納爾反而是1.3個人 現在他三項出來了 覺得打得有點急耶 因為如果剛進還算可以補到普攻 那個傷害應該還可以啦 但那個已經有點太遠了 是 你也可以做呼吸打得好啦 他不給機會 因為他在被關燈之後 他不確定旁邊有沒有人嘛 我們是用上低視角看 他就選擇直接用閃線拉 把那個繩子拉斷掉了 拉掉了 沒有辦法確定說這個招式 或者是因為在這個R技能的情況下 說不定是看不到招式技能 那LNG就換個下塔 看WBG有沒有想打這個小龍啦 因為其實剛剛偷到那一條蠻算的 所以他們這裡也是可以鏡像去打上半步 然後去拿塔然後放龍的 但以目前他們的位置 感覺是想要來碰這個龍團的喔 有機會嘗試在納爾的TV還差上了一點時間 同時LNG的上面已經有露頭的跡象了 我覺得LNG這裡是有點打那個耶 就是 心態嗎 對他是有點 就是反向拆離 反向思考 因為剛剛威威在動龍的時候沒看到人 所以他們覺得 對方可能要上去 因為剛剛在塔下的近了 所以剛剛阿里跟瑞兒就直接往上走 但沒想到威博他是直接從 這個就是河道 因為全部都是威博的眼 他們就從河道經過中午 然後反而把威威趕走 那剛剛阿里跟瑞兒走上去之後 反而這個也許變成一個弱邊 那河道的位置就要讓出來 是 這 就是有一點 想多了嗎 就心理 沒有就心理博弈 因為你在沒有視野的情況下 你都只能用拆的嘛 是 對但 就是我覺得剛剛LNG 就是以一個比較 教科舒適的 這個SOP 在預判對方的這個想法 對 但威博這裡其實他現在拼團是不弱啦 因為你先手也是有艾希跟這個 蝎子可以抓嘛 最終LNG不僅第一個是他們拽先動龍沒有拿到 而跟對面上路其實有大約10秒左右的TP差 其實也沒有利用到 並且打WPG不僅手下了第二條的小龍 蟲子拿 從上半部剛剛的這個娜爾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就打WPG現在的節奏比翔中的好非常非常多 還是我在想 因為我剛剛有看小地圖 還是那個呼吸哥剛玩的就是夠裝啊 你說他一直好像後面有人 對他的隊友都往下走 可是我看他是一直往前壓的 所以讓對方覺得說 欸對方是不是要把兵塞進來然後塔殺了 你說還是要有一個這個演員訓練班 對對對 讓選手們至少 就敢打一點嘛 對對對跟他說 欸我後面有四個你知道嗎 沒有啊四個小兵在後面走 因為還是要 有的時候對方沒事 其實你往前走對方也是會怕的嘛 我覺得這裡就是當下 呃 就兩邊的那個思考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錯 這讓LNG確實在 這波交換的過程來說 就剛剛短短的三十秒內 他們是什麼都沒有做到啊 上面要來守塔 當然要守不容易 不過有個TP來了 後面的粉葉此時 找出了奇效 之塔已經來了 小火後面帶自己的隊友 在後面其實沒有辦法跟上 看到一個TP下來 自己得趕緊的撤退 還好利用了這些E技能 躲掉了Crisp的聖大登場 哇這邊有點可惜 又是做了一個嘗試 那就是TP換TP 其實我覺得這波鱷魚的TP滿好的 但有一個問題是剛剛也許太遠了 所以他不能提前關燈 他現在才一等大 他如果先關燈的話 他會飛不到人 他就純粹變成一個開關而已 那如果他的位置剛剛是好的 他直接提前關燈 其實呼吸他不一定這個TP按得出來 那他們就有機會瞬間多打掃 哎呦 那WBG 接了你一波的攻勢 我預示者趕緊來中路 再來撞一手 MG 哇現在 當 所謂的充牌陣 充不了牌的時候 很痛苦 同時上面開始打拔外帶 笑一下 想要UberE 這卡選擇只能交閃 這裡沒有踢耶 有人能來防守嗎 路行的話 這個塔就要再給到奈爾了 是 哇那這裡 WBG 不僅防守得很到位 同時在反守進攻上也取得很大用 是經濟雖然看得出來 一直處於比較些許的落後 但在節奏上 以及在目前陷入的爭奪上 其實都有很大的用 是一個兵線突然出來打到 最下半部的史考特 小虎選擇用技能O硬 但殊不知旁邊根本沒人 小虎單靠他單人傷害 根本影響不了史考特 其實趕快把兵清掉也好 因為以防對方這個 有可能反身直接塔殺他 因為小虎也知道隊友不在旁邊 而且Scott他這把出的是水晶血 所以其實控制時間是沒有 沒有想像中那麼長的 那就直接兵清掉打狀態 因為就像剛剛部分提到 其實WBG這把我就把節奏Hold住 而且他現在兩條龍的優勢 我放慢 我慢慢摸龍 然後給你地圖上的壓力 我後面打團是不怕你的 因為你這個充牌陣 目前看下來夜曲跟 鱷魚能給到的壓力是有限的 哇這上落 沒得打輸兩等 土工打一打 大絕被打出來了 輸兩等你應該很熟悉吧 上路輸兩等怎麼打 上路輸兩等還是可以打的 鱷魚常識 叫隊友還是說 輸兩等什麼啦 戰術考量交換 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只是現在 因為在邊線防守 比較難做這個選擇 就 我覺得 剛剛那個繞被踢是一個關鍵啦 WBG 他的反應夠快也是直接拉開 我覺得就是等下 下次的繞被踢找機會吧 因為你現在正面要開 感覺WBG不給機會 他就線洗完 然後他就歸待塔下 然後 視野就是做河道 所以其實第一時間也都知道 對方要進攻哪邊 WBG 以現在拿龍的整體狀態 還有因為上半部納爾的優勢 其實他們 保底最少20分鐘 時間他們都可以完美掌握 阿里這邊出裝 比較特別耶 他竟然不是出惡意耶 他是 他出盧登耶 槍直接掏出來了 蛤? 不出惡意喔 惡意的那個大絕 減CD對阿里來說蠻重要的 怎麼樣 你又在懷疑選手的出裝了嗎 沒有我沒有懷疑好不好 我在問你 你懷疑選手出裝嗎 他是第一個出這個的 對 那之前 之前我評論的是大家都出那個 但他玩得特別不好 這個就是 這個比較少見啊 因為阿里有那個惡意 那個大絕 有時候打完一波團 你下一波團 如果又碰起來 你在吃巴龍你馬上又有大雷 是 但這個裝備的話 蠻特別的 傷害應該是高一點的 對對對 我比較好奇他小顆子是點什麼啦 因為如果他 說不定他甚至直接不是點中葉獵人 他可能選擇是比較一波流的 會不會是 想要將對手直接灌死的這種 這個 如果大家好奇的話 可以就是 現在 轉播的頁面你可以點一下他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符文的那些代法 比較好奇他小顆子是帶什麼的